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频道 我是韩媒 我是加拿大的韩媒 今天是2018年11月9日星期五 今天的视频呢 我想接着跟大家聊一聊转基因 这两天呢 我一直在做这个转基因的 并不是说我是转基因的专家 我并不是转基因的专家 我在昨天的视频里面 我也说了 我不是一个科学家 科学家那个太深奥了 哪是你一下子 你就能搞明白的啊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后呢 我们只搞清楚这个转基因呢 科学家他们告诉我们的 还有那个世界卫生组织 尤其是世界卫生组织 还有各国的政府 他们是如何来规范这件事情的 因为呢 我可以去查阅那些英文的资料 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能查阅英文的资料 对不对 不是说我多牛 对吧 我就是因为我能够查阅英文的资料 英文我也不是最好的 有很多的网友 英文都比我要好 要好很多很多 好吧 但是呢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拿出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就愿意拿出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我来告诉你呢 一些事实 如果呢 这个网友里面啊 有英文好的 你也可以再查一下这个英文的资料 来看看是不是我说错了 对吧 如果我说错了呢 我欢迎大家指出来 不要光是一句话 你就是说错了 你最好能给我一个这个 你贴出来它的内容 或者你给我一个链接 你说韩美你看一看 你看看这个英文的里面 这个资料里面 它是这么说的 跟你说的不一样 我很愿意去看一看这些内容 然后呢 还有的网友呢 他呢 就是听了崔永元 然后呢 他就跟我说了一通 他是这个转基因啊 如何有毒有毒 就跟崔永元说的那个是一样的 问我说 你现在服了吗 你现在你还说什么转基因吗 我说我说呀 我说呀 因为你这是 你说了半天 都是崔永元说的话 对不对 然后我就是因为 我觉得崔永元说的不对 然后我才会出来说 哪个英文的东西呢 让大家看看 在英文的世界里面 转基因这件事 到底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像崔永元 说的那样 这个转基因呢 只是推销到了中国 去害中国人 我就想跟大家呢 分享一下 没有说教的意思 只是分享一下 比如说我昨天说了 那个奶酪的事情 其实呢 这件事情呢 对于赞同转基因来说呢 我做这个视频 没有很大的帮助的作用 因为你要是赞同的话 你比如说我 我压根不在乎 它是不是转基因 我到了市场上以后 我拿来 我就拿回来吃 对吧 它是也好 不是也好 我不在乎 但是对于 反对于转基因来说 你应该睁大眼睛 你应该感谢我 如果不是我的话 你根本不知道 奶酪是转基因的 有的人说呢 这个根本不算是转基因 好吧 如果这个算转基因的话 那那个什么 用那个转基因的布 做出来豆腐 也是转基因吗 你跟我搬这杠 有啥意义啊 我说的转基因呢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 和各国的那个法律规范 他们认定是转基因的 好 现在我就跟你说说 我查出来的 这不是我脑子里面 我定出来的 是我查出来的 世界的卫生组织呢 是怎么定义这个转基因 就是说你这个产品 或者你这个作物 在它的生长 或者在它的制作的过程当中 如果运用了转基因的技术 它就是转基因 必须得经过规范 这是对老百姓有利的一件事情 只要沾边我就规范你 你说这是不是对老百姓负责任 世界卫生组织是这么定的 然后各国的法律呢 也是这么定的 美国呢是这么定的 美国食品药品局 它是这么规定的 如果这个转基因技术啊 运用在这个动物植物 或者是产品里面 如果你用的是 它本身的基因 就是说这个转基因 这个技术运用啊 是改变它本身的 这个基因的话 这个呢 只是在美国的食品药品局 备案就可以了 不需要进行审查 他们有一套审查的程序啊 就是说如果你用的是它本身的 比如说西红柿啊 它就是改变西红柿本身的基因 这个呢 备案就可以了 不需要以那个审查的程序 如果说你这个改变这个东西 这个基因呢 引入了其他的物种 那就需要有一个审查的程序 审查通过了才可以上市 审查没通过不可以上市 这是这个美国的法律 我昨天的视频呢 跟大家介绍了那个奶酪 那个奶酪啊 它是怎样的一个转基因的产品 因为它那个奶酪 它是由牛奶来制作出来的 经过处理以后 然后制作了奶酪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用了一个微生物 这个微生物 他们对它进行了改基因 所以呢 这个奶酪啊 是一个改基因的产品 这个产品在上市之前 经过了严格的 美国那个食品药品局的审查 审查通过了才投放市场 这是那个奶酪 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动物 是第一个转基因的动物 你们能猜到 这第一个转基因的动物是什么吗 我相信大家都猜不到 我相信很多人都猜不到 我今天早晨呢 我在跟我老公分享这个的时候呢 我就让我老公猜 我老公都猜不到 他说是啥呀 猪 牛 鸡 他都猜不到 我说你想想是你最爱吃的 他说龙虾 我说不是 比那个龙虾 刺只 然后三文鱼 三文鱼是我老公特别爱吃的 我也爱吃 我也很爱吃 就是这个三文鱼 大家很爱吃 大家很爱吃吧 三文鱼 大家肯定也知道 尤其是你如果你在北美的话 你肯定也知道 三文鱼当中还分好多种 不是所有的三文鱼都那么的美味 只有太平洋里面的三文鱼最美味 但是呢 太平洋里面的这个三文鱼啊 它的那个产量很低 为什么它产量很低呢 因为它生长的慢 它一年当中只有两季 它会生长 其他的两季 它一点都不长 就跟那个小孩长似的 或者跟那植物长似的 然后它有两季 它一点都不长 它多大 它还是多大 它不长 但是 自从2015年之后 这个状况就改变了 因为我们的科学家们 他们发明了一个办法 他们改变了这些三文鱼的基因 他们用一种 生长的快的三文鱼的基因 再加上另外一种 在太平洋里面生长的鱼 用这两种鱼的基因 加在一起 然后呢 把它加到这个太平洋 三文鱼的基因的身体里面 然后呢 它这一年当中都疯长 我现在呢 回忆一下 好像觉得哈 好像觉得是从2015年之后 好像市场上这个三文鱼变多了 而且变便宜了 这就得益于 这个改基因 那些爱吃日餐的 日餐里面多数用的都是三文鱼 对不对 我还很爱吃那个金枪鱼 尤其那个白金枪鱼 我吃日餐最爱吃的 其实就是那个鱼子 我最爱吃是鱼子 我希望他们能够通过改基因 让鱼子大量的生产出来 然后呢 我好多吃一点 你看我这个视频做了以后 在那个反对转基因的朋友当中 肯定有人爱吃三文鱼 你说我这个视频对你有没有帮助 我不知道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你看了我这个视频 你会生气啊 还是会高兴 我想你可能既生气也高兴 你高兴的肯定是呢 哎 现在你知道了 哇三文鱼原来是转基因的 我可以不吃它 避免了我受了转基因的这个害 避免我断子绝孙 我从此 如果不是你这个视频的话 我一直吃三文鱼 我会断子绝孙的 对吧 你会不会因为我这个视频很高兴 但是呢 你同时你肯定是又很生气 为什么我这么爱吃的三文鱼 它是一个转基因 还没你 为什么要告诉我 它是一个转基因 让我失去了包口福的这个机会 我平常我多爱吃这个三文鱼啊 现在你剥夺了我吃三文鱼的快乐 你会不会是这么一个心理状态 有些人呢 可能就会因此就很寒梅 但是你不知道 事实就是个事实 无论寒梅说出来还是不说出来 它都是一个事实 我今天呢 告诉我老公以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以后还会吃三文鱼吗 他说当然了 我老公呢 和我一样 对转基因这个东西 觉得没有什么不对的 不会有什么害处 而且呢 我们会相信 有世界卫生组织 有政府 他们也吃的 有他们把关 你跟那是worry什么呀 那不是起人忧天吗 但是有一点呢 我也想跟大家透一点 我呢和我老公啊 我们也是尽量吃那些个有机产品 organic的 我们吃那个鸡蛋呀 还有一些东西呀 尽量吃organic的 organic呀 它的相反并不是转基因 我们呢 对转基因没有意见 但是呢 对那些个用化肥呀 农药啊 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 那些东西会有残留 那些有残留的 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害的 就算是他们有一个标准 说没有超过那个标准的呢 就是不犯法 但是呢 就好像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 是要三分毒一样 那东西都是有毒的呀 崔永远讲话 虫吃了会死 我们人吃了 难道没有害吗 我是这么认为的 也许我这个认为也不对 但是今天为止 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是尽量吃那个organic的 但是转基因我不介意 好 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下次再见